大家好,又我是十三少 星期五中,有兩場更深的場次介紹給大家 25場法蘭克福對杜塞爾多夫 這場球我會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想買入球大小,2.5球 我買個小的,有2.1倍 為什麼會這樣買呢? 可以看看近房兩隊 只要看兩隊的主場和客場 可以看看法蘭克福這隊 10場賽事,贏了5場,和2場,輸了3場 至於杜塞爾多夫,10場賽事 非常標榮 贏了7場,和2場,輸了1場 只看一看就非常厲害 大家可以看看一件事 其實這場球最遠的一場 對著紐倫堡2比3 其實是上季的得瑜賽事 這場球大家已經是最考場賽事 已經是上季,只差1,2名 只差1,2名 至於另外幾場 另外幾場 基本上是球會友誼賽 即是球會友誼賽 贏0比9 又有其他很大的比數 給大家看 直至開季前 這場是友誼賽 就贏到13比9 所以這個戰績來講 只看紅色 可能會騙了大家 我們先看看兩隊 近10場的主要賽事 看看法蘭克福 其實都非常好 近4場的作客或主場 都是全勝的 更加在歐霸杯裡 大勝Naiso 兩隊都贏4比1 至於對上一場 再對上一場 聯賽的主場 對著來比錫 和1比1 剛剛提出了一場有賽 又是贏5比1 作客對著紐倫堡 0比3 即是同級的隊伍 基本上是放膽去攻 之前對史特加 內比錫 都是1比1 和0比0 可想而知一件事 這隊球已經改了的踢法 以前是大開大合 但今季上來甲組 他都想留在甲組 多一季或多兩季 也好 所以應該對著這場 法蘭克福 其實他不敢亂攻 至於法蘭克福 下一場 也會踢歐霸杯 主場對阿波羅里 馬數 並不需要大比數領先 或者大比數贏 亦是穩打穩實 無需要這麼多球員 又冒著傷病的危險 這場我會選擇 入球勢 2.5 入球勢